我一看到都超... 沒有...沒有很像 不行...這個...這個...這個... 不過因為這邊都會動 對啊... 因為這套...這套感覺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那個有比例子 沒有問題 喔...這個...那個...那個... 好...飢餓 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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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剛剛... 嗯... 字幕提供 好 好了 首先我們先稍微的把上一次的這個 這個第二次的歷屆的後面 也簡單的講一下 有一些東西可以自己看了就我們就給你們自己看了有一些東西的話 就把他講 我們大概講了再講兩三題把這個數據分析 理解講講 那講完數據分析的話接下來的話我們就進下一段下一段的話會講那個 會講這個 三角數然後同學第二次的考驗你們拿到第二次 在座有發嗎 在座記得沒有發 那我等一下發給你 那基本上來說排列組合比較奇怪 你們寫模擬考題的用處不是那麼的大 最主要是因為每一個題目他的長相都不太一樣 有一個基本練習我覺得比較重要 所以呢我等一下給你們第二次的這個歷屆 歷屆的這個 這個 這個題目 不是歷屆 等一下先講歷屆 對那個有發 好 那如果沒有拿到我建議你們把第二次的這個模擬模擬考的東西 稍微寫一下 歷屆的這個相似題寫一下 我覺得這樣就差不多 那我是有準備 如果你們想要寫模擬考的題目的話 我也是已經整理好 只是我會覺得說我們先往下交 這個CP值會比較高 寫那邊CP值就還好 那你們也可以拿回去 然後每天寫個兩題三題 然後有問題就問我們這樣也可以 在到考前的話 應該這樣練習也是很不錯 我很會一直把它講 好 好 好 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上一次也是 盡量都講過一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沒有說很難 那我們 再挑個 再挑個兩三題講 這第一題喔同學 不用寫 第一題這個 這個數據分析的第一題不用寫 他這個問題已經被調整到新的課竿了 好 那我們直接從 六題來看 六題來的以下 好 拿回來 還有這個 等一下同學 我有一個朋友在那個擺攤賣炸雞翅 我買了七份 一份五隻 你們就 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不吃就不要吃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就吃 好不好 今天 可以看你 吃到 我再借你 沒帶 那這件 應該 我下一集也沒有 下一集也沒有 因為你補給他 他上課不用 他學法 他才要指頭 對,我要指頭 我準備 現在準備第五次 這個 我跟你們先講 這個 學生 你們這次 這個數學 我覺得還是蠻難的 有的 老師說他是比賽 應該是全部都最難的一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考 但是我覺得 就我的推特 這一次是真的不會考那麼難 因為你們這一屆的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們就造型 好 我們來看這邊 以下課選項資料 回歸補線 都是相同的 而且都是 負相關 相關係數小而已 那我們要去選出 相關係數最小的選項 這題目之前 學者就講過 早期會流行 你要把公式寫在旁邊 去觀察 討論的問題 那現在就還好 那首先你去觀察 這五組資料 題目說 他們的相關係數 這這個資料 回歸直線相同 也就 R乘以這個毛Y 除上去買 是一樣 這我們回歸直線的這個 斜率是相同 因為回歸直線一樣 好 那這時候看題目的話 他的X的值都是235 所以X不用看 X的 標準X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知道R乘上Y的標準X 為一個定值 他是一個定值 可以嗎 在這個題目裡面是一個定值 那R是一個負值 標準X是一個正值 同學 那我們要去找相關係數最小 什麼叫相關係數最小 相關係數最小 就是他最接近 最接近負1 對不對 最接近負1 因為我們找相關係數 介於1到負1的中間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來算一下 這時候呢 兩個相成為一個定值 一個負值跟一個正值 那我們知道 例如說 負8 乘以2到負16 負4 乘以4 所以負16 那如果我們在比較這兩個數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正數越小 這個相成為負數 負數 所以越負 越小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從這邊的討論 就知道我們要取 這個Y的標準X 最小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兩個相成為負值的時候 越小的數字 會得到越負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會得到 如果你要去找了 相關係數最小的選項 就去找Y的標準X最小的選項 可以嗎 那如果你要Y的標準X最小 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他差異 數字Y資料數字差異要小 好 那我們來分別看 你先做N 等一下 沒有在地界那一版 沒有 等我等 謝謝 又行 可以 謝謝 好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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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給你 吼 對我等一下再給你 先 所以我們要去找的是Y標準X最小的人 那既然是如此我們來看第一個資料標準X去比較 131這個標準X絕對是怎麼樣大的 所以這個標準X太大怎麼樣就不要 那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第五題 去比較的關係 這如果知道太大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刪掉 所以我們只要去比這個第3個字 tree канал 來 表演差怎麼算了 сыng 根號的X方菌 SigmaX 方 菌 那第三小題我算了 第三小題要根號的 三分之來平均值幾 平均值算35 5-5的平方 加7-5的平方 加3-5的平方 那第五題的答案 給根號的 這個 三分之7-5的平方 加4-5的平方 加4-5的平方 所以你去算這個數值的話你會發現這5 結果數比較小 這裡算成要根號的三分之六 這也要根號的三分之八 那我剛才有說過怎麼樣 如果Y的標準X越小 相關係數越小 所以我們取的答案就是我們的 這OK 好 好不好 這是早期流行的方式 喔那今年的話我覺得他應該也是考新的就是一個圖表然後去判斷 寫一下我等一下就再做一下這個圖表判斷的問題 那你要選我們考上這個圖表 好 那個誇張的應該 幹嘛 你這樣 我這樣沒有開始 他第一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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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體驗 33是不是 353333 36 但是 但是 我們今天會定第3次 然後下禮拜左右 結果把第4次講完 然後再給你們做模擬稿 這樣可以喔 然後我們就考個一樣 我們考到考前 考到考前 每個禮拜會再給你們考兩次 其實你們現在應該要開始寫歷屆的試題或模擬考題 然後那今天要發兩份模擬考卷給你們 好不好 反正現在就是寫喔 那 我的考卷的好處就是我的考卷難度我會挑在 就是學測難一點點 但又不會太難的方向 所以 所以你們基本上來說 你們可以寫我的東西 然後如果 如果你們還是覺得還這樣更往前 我今天不是有發給你們一本 那個比較難的那個模擬卡 你們可以再往下挑戰一下 基本上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蛤 那有三階段的比正 蛤 那其實本來是會考 可是現在不太考 好 那個 錯誤 檢討庫比較重要 來 我們來看第三題 他說某個年齡範圍的失業率 是該年齡範圍失業的人數 跟勞動力人數的比 該年齡他要講 失業人數跟總勞動力人數的比 那以百分比表達 去年有四個年齡範圍的失業率 其中年齡範圍有所重疊 有一些範圍是有重疊的 那我們來選出 帳表選出正確的選項 來第四個年齡範圍中 以40到44%的 年齡失業率最高 這個是送婚的選項 這第2次對 對啊 看得出來 而且看失業率 就是綠 所以第2次對 好 先參考一下他到底答案有幾個 我只是在前途 我沒有 確定一下 好 我這個有算過 來 又有 40到44歲的 勞動人數 有多於45到49歲的勞動力人數 40到44歲 跟45到49歲 往這我們先 不確定先往下看 40到49歲會等於下面這個選項 會等於下面這個選項 我們是一樣要去看 好 那第2個選項可不可以算 40到44歲跟45到49歲就沒有辦法確定 是不是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45到49歲我們不知道有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第2個不能選 那第3個 那第3個一樣 可不可以相加除以2 不行 我們應該是用有點像加權平均的概念 這題就在討論加權平均的概念 我們應該算什麼東西 總失業的人數去除以 總勞動力的人數 不能這樣算 那第4題可不可以看 35到39歲 會少於40到44歲 為什麼第4個可以看 你會發現 你的 範圍 是不是有重點 你看 35到39 跟40到44歲 加總起來 這個35到44歲 所以第4個選項是可以看 那怎麼看 我假設他的總人數叫A 這個總人數 勞動力人數叫B 可以嗎 那請問你這時候 35到44歲的總人數就幾 A加B 對不對 可以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知道 9點80的A 加上這個 13.17個B 會等於幾 12.66個 A加B 可以嗎 那我們這時候是可以去算他的比例 這OK嗎 同學這個誰比較高誰比較低 首先這兩個數字相加數字 9.8 加13.17 除以二大概是幾 11點多 也就是說兩個人數一樣多的時候應該要11點多 對不對 結果他往哪邊偏 他是往12.66 這誰比較多 今天就懂我在問什麼嗎 假設一杯無糖的飲料 一杯全糖飲料一樣多加起來到底會是什麼糖 就知道是半糖 對吧 對 那如果他比半糖還甜代表這兩杯飲料誰比較多 是不是全糖會比較多 所以你去看這個數字的評語這個題目是不用算的 懂我意思嗎 他接近12點多 代表是35到39歲的人數 是怎麼樣 比較少 對不對 可以嗎 因為我們知道35到39是9.8 40到44是13.17 是不是這個數字比較偏 這13.17這邊 所以我們就知道40到40歲比較多 這樣OK 好 然後第五個如果40到40歲降低 這沒有關係 所以不能選 第五個是沒有關聯 所以 並不能去推論 就是這樣子 題目要根據上表去選出10月的選項 所以答案是114 這樣OK嗎 同學是以加權的判斷你們會聽得懂嗎 記得聽得懂剛剛在說什麼 這兩個比例的中間大概是11點多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兩個相加的判斷大概是11點多 也就是說如果比11點多大 是不是代表這個偏於13.17的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用全糖跟無糖去比喻 這是一個估算的方式 再來是第四題 小明 參加某路跑10公里組的比賽 哦那這個是 完成了時間 平均心率及步數 這種題目很難 你們自己稍微判斷一下 好餓 好餓 你下次還沒打 你這是哈根貝 這錯還不錯 同學跟你們講 還有這個上一屆最後一次模擬考也是很難 大家都覺得趕快創賽快創賽 沒有一個人覺得我這個已經準備好都沒有 可是最後考賽大家都還是一個滿意的結果 可是你這次考 最後一屆通常都不敢考太長 要不然家長會 因為台灣會 台灣會暴動 可是下來就是新客康的修改 所以他難度應該比賽是難 應該說比賽是難 但不會到太多 不可以在哪 來 小明參加 所以這次 要保險通常會怎麼考 基本上來說會有送分題的比例會比較高 但是 難題也會稍微多一點 可能就有兩題到三題真的很難 然後基本分會往上調稿 確保大家都不會考太爛 但是這個可以分別出這個層級的考題 這家長都笨笨 所以大概會這樣子 我猜啦 我們來看一下 平均心率跟步數 要去看有沒有關聯 可以嗎 這個步數是不是怎麼樣 心率越高 步數大約會越多 對不對 然後完全時間 完成時間會越少 越少 可以嗎 越跑越快 真的 超屌 這10公里的比賽過程 請依據上述的數據 選出正確的選項 來 有每公里的平均心率來說 小明的最高心率為188 同學你可以這樣說嗎 但怎麼可能 對 可能第9公里的時候 他可能跳到300 然後心臟停了很久 也有可能 反正平均 平均是188 平均17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一個是錯了 可以嗎 這公司還小 那這個時候指示路跑 每一步的平均 小於1公尺 你去看吧 10公里 去算一下 這個數字 超過這個 超過這個 10萬 對不對 大概 超過1萬 10公里 1萬 1萬公尺 1萬公尺 看這個數字 超過1萬 大略看就知道 補一補加加 所以說小於公尺 對 每公里完成時間 跟平均心率的相關係數 正相關 不相關才對吧 你這個心率越高 怎麼樣 時間怎麼樣 越短 對不對 要負相關 好 在每公里的步數跟平均心率的相關係數正相關 大略看一下心率越高步數越多 對 對 那每公里完成的時間 跟每公里的步數大略是負相關 看得出來嗎 部數大略的越多 完成時間是越短 所以大略的負相關 145 這樣OK喔 這樣OK喔 25 剛投我 好 這樣OK喔 OK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 這個 往下來 講一下公事喔 其他的題目 你們就自己練習一下 可以嗎 你們自己練習一下 那這個 這個我會希望你們 真的把它 寫一寫喔 那我們 往下看這個下一個重點整理的地方 三角蘭素的公司就好聽一下 因為 公司超多 你們還有誰沒拿到公司整理的嗎 三角蘭素啊 這個公司很多 所以稍微 先跟你們講喔 我會 我講的順序 這樣 我會先把三角蘭素講完 直線圓講完 再會講 矩正 跟二次曲線 然後最後把項量一次全部都講 我會這樣去調整 所以這個 這個 應該就是 下禮拜的話 下禮拜一 我應該是直線語言跟矩陣 然後禮拜六會是二次曲線跟項量 我帶每次會兩到三張 在下下禮拜 希望 看一下 下禮拜12月20 26 在 這個 1月1號之前我希望可以把全部都講 然後我們再寫個模擬考 那 現在每天每個禮拜我們都會發 至少會發兩份考卷 希望你們 這個每個禮拜考卷 真的都要稍微寫一下 都會是全部範圍 同學 我們不會發小範圍的 除了這個 第二側以外 其他都會是中範圍到大範圍 你們覺得哪個範圍 特別不行再跟我講 例如說幹嘛 像這樣不行 那我們就再講 都會是嗎 有什麼需要跟我講 那基本上來說我覺得這個模擬卡 一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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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 就是 我們會把這個力界跟重點的講 再複習了一遍 模擬卡 這些模擬卡 這些模擬卡 應該 基本上來說 除非題目的出到全世界的威脅 你們應該會 不會那麼不順 至少可以把這個 基本分以上 都好 拿到 然後 這些東西 自己再多想一下 好 來這個特別的三角 數值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 那 基本上都會給 另外的 這個15度也稍微記一下 45度 315度 是 4分之多少 更好6 減 對 對不對 可以嗎 可算的15度是幾 4分之更好6加多少 更好2 希望你們稍微記一下 那瑞角生產函數值怎麼變化的 你們應該知道 θ如果增加 扇子也會增大 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看這邊 角度越大的時候扇子越大 對不對 那在瑞角的時候來 角度越大的時候口扇子越怎麼樣 越小 Tangent的話 角度越大 這個 Tangent值也會越大 可以嗎 而且最後會大到無限大 可能可以大到無限大 Tangent45度等於1 這樣OK 那這個三個性質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 這個扇屏 加口屏等於1 口扇的90度 減T達等於扇 這我真的都不想寫 這我還是寫 Tangent C達等於 CosT達分之3 這東西真的就蠻簡單的 好 你是幾天好久沒看到你這個長高 OK 好 那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廣義角就選擇 有死邊有中邊 這樣一轉 這個 跑掉 這這個角是我們的廣義角 起點 通常都是從X頭正向到死邊 重點到中邊 可以嗎 繞一圈 就會有我們的 這個廣義角 這樣可以啊 我們通常都正正對X頭做牽直線 斜邊是正數 斜邊是正數 R等於根號的 X方加Y方是一個大一點的正數 你要注意 好 那三角來說的正負怎麼看 一向先正 然後Sine Tangent跟怎麼樣 Ossine Ossine正口就1了 好 記得啊 好 那再來的話 一些特色值有沒有記 Sine的話多少 010-1嘛 Posine多少 10-10 Tangent的話呢 Tangent就是 0 有沒有 沒有 不存在 無限大 0 無限大 好 OK 這換角公式的話 我想這稍微的要講一下 有兩種情形 這第1種 基本的就是 這個 90度跟180度 180度這都還好 我寫幾個例子好了 這個 如果Sine的 180度 加 T 怎麼看 Sine的180度加T Tangent的話 同學 我們把Tangent看作第一向線的小角 這時候角度跑到Tangent 第三向線 第三向線 Sine的 角 是怎麼支 不支 可是如果是Sine的 270度加Tangent 你會發現怎麼樣 是不是三角形 從怎麼樣 從Tang的變成戰才 所以Sine變口Sine 口Sine變Sine 這時候Sine的第四向線為負值 變成負的口Sine 可以嗎 可以嗎 這OK 有寫錯嗎 應該沒有 這副看 原來的向線 所以這結論我們幫你寫一下 你碰到180度 或是0度加點T 0度加減T 0度加減T 負的負的 剛剛有講負沒有寫 180度加減T 0度加減T 的話怎麼樣 這函數不變 函數不變 怎麼樣 Sine還是Sine 口Sine還是口Sine 化減的時候 那正負就看向線 可以嗎 看原來的向線 但是如果是 90度加減T 或是270度加減T 我們剛好畫過 那這時候 三角形本來是躺著會站起來 所以Sine會變口Sine 口Sine會變Sine Sine會變口Sine 口Sine會變Sine 那這兩個角度轉換的時候 正負都看什麼 看原來三角函數的向線 這部分看原來三角函數的向線 對喲 我最近就有一些長得很輕微的人在追蹤我 不是林凱哲,是一些女生,看起來就化妝化得非常奇怪 奇怪,互相戲,會講耶 所以我再幫人轉換一個嗎? 例如說,這個 cos 的這個 90度加φ,同學 cos 的90度加φ,如果看到90度,再做角度轉換時 cos 會變成 sin 可口善的第二項先鎮還負了 負了,所以他換成負的善戲,可以嗎? 這個轉換大概會這樣換 好 這樣可以讓我們繼續往下 即座標 即座標我覺得要考一下 還有虎腳的轉換,記不記得? 虎跟腳怎麼轉換? 虎,乘上多少? 還分180度 對面腳 所謂的腳質素素這樣 其實都是相同的腳質單位看法不一樣 所以虎變腳,乘上拍分180 那如果腳要變幅呢? 就在乘上多少? 180度分是什麼? 排就好 可以嗎? 或者是你可以用比例來看 弧度 跟角度都是看圓的比值 弧度比上二拍 就等於角度 度數量去比上多少? 360度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筆子會是一樣 用這個去看角度的轉換 極座標給的是什麼東西? 極座標給的是長度跟角度 那長度跟角度就可以轉換 他的XK塊寫成R cos theta 外配線怎麼樣 再Feed 這樣OK喔 好 繼續囉 接下來一堆亂七八糟的三角度公式 面積跟鎮魚全定理的討論 ABC代表是A角B角C的對邊長 首先面積有哪些公式可以用? 面積最基本的是二分之一的夾邊夾邊跟Sine的夾角 畫下組好了 ABC 小B 小A小B跟小C 反正可以寫A B Sine 也可以寫4R分之A B C 那也可以寫內卷半徑乘以周長一半 然後也可以用海龍公式 A成乘上SineA C A H A B 再乘上SineC 這樣OK嗎? 好 那再來正宣定 AE比上SineA 會等於B比上SineB 會等於C比上多少?SineC 等於兩倍的外界門半徑 R是我們的外界門半徑 這種會有一些轉換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A可以寫成2R散A 這我們的邊可以換成角 那再來是角換成邊 散A可以換成2R分子A 還有一個連比例 A比B比C 邊長的比就是散值的比 散A比上散B A比上30 這陣型定 可以嗎 OK 這把他上來的選項 三甲函數大家要考一題到底 因為三甲函數這個測量在很多科系裡面的用到的比例是蠻高的 那這個通常會考一題 一定會考一題 好 那很多時候是考兩題 可能一題單選一題這個填充或多選填充 如果考多選題三角是相對簡單的 三角來說多選題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他公式比較單純 如果是空間概念這樣畫來畫去那就比較難 通常是會考一題空間 懂我意思嗎 好這來余閑定理 記不記得 A方等於B方加C方 減2BC乘以 cosA cosA可以減2BC分之什麼 b方加上c方 再減到a方 記不記得這個口訣怎麼見 二夾夾嗎 分之夾方減加加方減掉對邊的平方 減到對邊的平方 好 這就是我們的 余閑定 太太大了 巴西小 加邊的平方 加上加邊的平方 減掉對邊的平方 好 呃 好像來了 來 真的嗎 好 這個回來了 那你幫我拿一下 同學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先把雞翅吃一次 來 再來吃雞翅 我朋友在陪攤了 所以 有非常 要說 我們先說幾下 不好意思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一直那麼香 你知道嗎 來你們來吃好不好 請吃 拜託 有七盒 你們來拿一下好不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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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拿 有七盒 欸 你們來拿一下好不好 拜託 等一下我開要衛生紙 你們有 自己來拿就好好不好 你們 哇 天文家超香 這還蠻好吃的 好吃吧 這個 這家很好吃 這家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居酒屋朋友 他醃得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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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幫你們拿 來 來 來 什麼事啊 對啊 沒有比幾口味 幾十天 沒有 因為 因為 幾下 把雞翅膀炸嗎 對不對 一定啊 哈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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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不會痛嗎 不會痛 好 什麼 不會痛 你們這蠻好吃的 一定是雞翅膏 然後是色的 這個人家裡吃高黑 哇 對這個排列 哦 姐姐刚刚刚的 嗯 吃了多多名字的 是比较多名字的 我说我看见你吃了 吃啦 你要不要吃 来 多吃 哦 这个是很香 那这个是没吃 那这个是没吃 那我们就 哦 还要 还要 不错吧 是啊 哦 哦 这个 有没有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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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节日节日 有开始打不动 大口吃大口 有没有真诚 有没有真诚 对吧 就是在旁边吃东西 都需要吃 我觉得这比较好 很棒 很棒 蛤 蛤 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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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把我去做 啊 嗯 我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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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牛油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你 他要吃嗎 我還有一盒 你要吃嗎 我以為你會吃耶 花椒味太重 啊 啊 他家胃太重 喔他有加花椒不重 我以為你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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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個超有的 我以為你會吃 花椒是哪來的 好 是假的 還要不爽 他剛問我的豪室 他剛問我 他剛問我的豪室 他剛問我 他剛問他的豪室 他剛問我 一百多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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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天 我還有 我還有五百多天啊 他靠我自己去職考耶 那是暫時職業 有那個 如果 之後我就不摸 這樣 明天學校是幾 十二毛啊 今天我在這裡考的 怎麼考這麼多母 怎麼要這樣做魔力考 五百九十還五百九十 天天在罵我 對啊 你不要讓他們罵我 那是我罵的 你手機 後來有多一天 他們兩個現在可能是 我們在網上 讀證明也是三個都 學生傳統的 哈哈哈哈 我學生中高 都這樣 那我沒聽 那你覺得超文憑的 那我這次不會啊 這真的很屌耶 他們是那個 他就要講給他 他就要講給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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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數學 台大數學 很中文是十大數學 他就要看到我們 他就要看到我們 沒看過 我講給他 我講真的 他都會出一趟大學 他的目的發 他真的假的 他說 他全國台去多少 多少 我不理會 他就是台友 都是大一級學系 他都那個 大概幾十年 他應該蠻少的 他剛在他都不理會 因為他那時候,我會提示我老師 對,跟我講說他是真的很優惠 真的,到底是上課還是上課怎麼樣 他在講數分鐘數學,然後講數分鐘就怎麼樣 好爽 好好吃 好好吃 包裝味是有的 就是,有一點好味的吧 這就很想喝 很好吃 就會說了 我對我們今天把人工作的東西看下的時候 要一定,bettenferhalt律 這些要不要輕 sint 我們有一個,有 GETTEMP 蝴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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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就是什麽啊 好,晚餐啦,繼續上課啦 然後我就可以教我 有一個男生說,我怎麼想要做 因為我講之類的,但是我轉向圈子 然後我想家裡說 然後就是跟我說,你要先介紹 然後我全程都沒有看他 就理他 他才跟我說 因為我跳出來 我就是沒有想去 對,我就是真的想要學一個 好,我們繼續 我們可以看這邊 看這裡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品情 平行四邊形定理 來,如果有一個平行四邊形同學 平行四邊形定理 是用余弦去正 余弦去正 Ac的平方 加B做平方 他可以寫成四個周邊 的這個平方和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定理 那基本上用余弦去夾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豬腳跟A腳會互補 可算差一個負號 好 來第二個,中線定理 他說在一個三角形裡面 中線是AM 中線 這個三角形 那中線定理是什麼東西 這邊寫錯了 奇怪 這為什麼一直亂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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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 這個 二月料 這樣 我們把他拆了重啟 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個 道成我上一個版本寫的內容 怪怪 怪說這個 這個中線定理這邊有點怪怪 中線定理是怎麼樣 就是 在三角形裡面中線的平方 m長度平方 加上長度一半的平方 加上bm長度的平方 會等於 兩倍的 ab 方 再一下 寫錯 這邊真的錯太多 讓我覺得怪怪 我上一個 好奇怪 我再寫一次 中線定理是這樣 ab 的平方 加上 a 珠的平方 會等於 兩倍的中線平方 加上bm的平方 長度一半的平方 這中線定理 兩側的平方合 會等於中線的長度的平方 加上底長一半的平方 這才是中線定理 那基本上是中線定理呢 可以用余線定理去證 所以這個用余線定理去證 稍微改一下 這個 我 我上一個版本是寫剛剛那樣的寫法 可是我不喜歡 我記得我有改掉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又跳成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 中線定理 我證明一下給你們看 這一下中線定理 這個 中線定理怎麼證 A B 珠 中點在 中線定理 其實要證明 蠻簡單的 他就余線定理 去延伸的結果 好 先把am 聯想 可以嗎 那這時候 中間的角度一個是c 一個是180度 減c 來 開始寫了 am的平方 加bm的 我們有余線定理 對不對 有左邊跟右邊的三角形 那首先 ab的平方 會等於 m的平方 加bm的平方 減掉 兩倍的am b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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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這是余線定理 對不對 對邊的平方 等於 夾邊的平方 加加加加加的平方 減掉2 夾邊夾邊 cosc 另一邊的a珠也是喔 a珠的平方 就是am的平方 加上珠m的平方 減掉2倍的am 珠m 口纏180解釋啦 那同學 這兩個式子 一加 中間定理就正完 a方 ab方 加a珠的平方 同學m是我們的終點 所以啊這個珠m 其實可以換成什麼 bm的平方 那這裡一個正的 一個負的 兩個相加 可以把他約掉 所以就變成兩倍的am平方 加上bm的平方 這就是中間定理 像這些邊廠的關係 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余弦去討論 那我講中間定理的原因 之一 也是希望你們可以再看一次余弦定理是怎麼用 當你一個條件是邊廠的關係比較多 要求邊廠的時候用什麼定理比較好 用余弦 如果一個圖形有對邊跟對角 或是面積 會比較常用正弦 可以嗎 就這樣 好 這回到剛剛 繼續來 合角公式不會主動出一個題目 可是他可能會用在角度如果需要疊加的提法 例如說 一個三角形 把往上翻以後 要求這個長度 用二倍角去稍微討論一下 這個底角是多少 像這種會 會需要用到角度疊加的時候 可能會碰到合角公式 來那我們開始來寫 散α加貝拉 叫散α 口散貝拉 加上口散α散貝拉 散α-貝拉 散口-口散 口散貝拉 加貝拉 口散一號配 加貝 就是口散α口散貝拉 減掉 散α散貝拉 那口散α-貝拉 是口散貝拉 加散貝拉 散貝拉 口散一號配 散同號配 散貝拉 1-散貝拉 散貝拉 分之 散貝拉 加散貝拉 散貝拉 是口散分之散 所以它的分子 會跟散是同步 分子跟散是同步 加配加 減配 所以 散貝拉-貝拉 可以寫成 1加 散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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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貝拉 還有一件事情 同學 Tangent 是不是就是一條線的斜律 可以嗎 斜律 這等於Tangent 所以兩條直線的夾角 也可以用Tangent算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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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分50加不好意思 1加1萬2萬2萬2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 二倍角公司二倍角公司不太主動直接考 可是如果如果角度要放大的時候 比較常會合照公司 三二四塔等於二三四塔 口三四塔 口三二四塔等於兩倍的口三平方四塔 等於一減到兩倍三的平方四塔 等於口三平方四塔 口三平方四塔 所以我是依照這個使用的順序 常用的順序去排 口平減三平通常用前面兩個就好 那一減 一減 一減 平方四塔分之兩倍的tangent 太大聲了 對不起 再來還有一個東西叫以切表學 記不記得 你tangent可以看成底跟高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去討論一個是角度 2θ的角度 分母可以看成1-tangent平方t 高是兩倍的tangent 斜邊是1加上tangent平方t 所以tangent可以用來表示三跟口三 口三二四塔還可以表示成什麼 由這個三角來數 由這個三角形 我們可以知道 cos二四塔 寫在這邊 可以寫成1加tangent平方t的分子 1-tangent平方t 那這個sine就是用2tangent去表示 sine的2t 會等於1加tangent平方t的分子 兩倍的tangent 這個是用這個三角函數 的底跟高 去把這個2z打表示出來的方式 好 三倍角 三上負似三上 四口上寫三口 這有很多寫 好 這倍角公式跟半角公式有什麼 測成 背角公式是角度減半 四方被整 半角公式相反 四方減半 角度會被整 三二分之四塔 這二分之一減 口上寫 用口上寫 口上寫二分之一加 二分之一加 口上寫 那正負就要看我們半角的上限 看二分之四塔的上寫會在哪裏 下面這個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在角度的單位一度是六十分一分之六十分 記得 這個三角函數指標 我覺得內插法應該不太會考 因為之後下個課要陪用計算機 所以內插法 好像沒那麼重要 不過你們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還是沒有把它刪掉 好 按照比例去剪就好 這個我寫一下 Tangent 九度十分 叫做 多少 Tangent的九度十分 編劇結果是0.1584 九度少字 1614 我們去看十三分多少 Tangent 九度十三分 不知道多少 假設叫y 這時候角度用角度跟直去寫 就是我們的這個內插法 下減上比中減上等 下減上比中減上等 所以這時候內插法會得到什麼結果 我寫下面這裡 二十減十 十三減十 會等於 0.1644 減0.1614 比上y減到0.1614 這樣去算就好 下減上比中減上等 按照順序去加加減減 我們就可以得到沒有的結果 這樣這OK嗎 這OK 再來方位 這P通常會唸什麼 背怎麼樣 30度懂嗎 這個要自己再稍微記著一下 那仰腳跟浮腳 整個都張腳 你要注意喔 A是B的浮腳 B就是A的什麼 仰腳 可以嗎 來 假設有東西A在這裡 B在這裡 A對於B的浮腳 這是B跟A的什麼 仰腳 這兩個腳會一樣 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這個相對的位置 大家知道 如果浮腳是30度 浮怎麼寫 這代表仰腳是幾度 這對應的仰腳是30度 可以嗎 這樣OK喔 好 三腳測量的 你們自己稍微看一下 還有一些事情 同學 如果 四腳相同 代表 這時候距離會怎麼樣 一樣 聽懂嗎 四腳相同 代表Tangent一樣 那如果高一樣 代表底子會怎麼樣 相等 應該說仰腳一樣 共仰腳 看三 如果看著一座山的仰腳相同 這時候代表距離怎麼樣 距離相同 你也可以把它畫在同一個圓上面 這不用超好 不過我畫在這裡給你們看 來 如果仰腳是30度 這裡仰腳也是30度 高是一樣 Tangent一定會一樣 所以底要不要一樣 你也要一樣 聽得懂嗎 所以這兩個位置可以畫在同一個圓上面 大概可以 大概是這個意思喔 那這個不用再畫 就稍微的講一下就好了 幫你們再 在這個強調一次 好 我們先把生產函數的理解講一講 那等一下再講這個職業語言 第二件事情 我這邊的性質有多講 基本上在寫的時候 正於選 合腳這些基本性質去組合 你們就差不多可以講 講完所有的題目 我下看了 來三角 A是口上拍方 下一台寫上對 同學這是來看 弧跟腳的 這蠻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口上拍平 什麼意思 同學 你如果直接算這個數字有點難算 所以我們把他看什麼 把這A看什麼 口上的拍個拍 所以大約可以寫成口上的3.14個拍 可以嗎 那三個拍在哪邊 拍2拍3拍3.14個拍在地上線 所以第三項先一點點 所以它是一個負值 但是它會比2分之負1來得怎麼樣 來得大 更接近負1 可以嗎 所以答案是 我會發現 我會發現 這三角函數其實都考沒有到 真的超難 就是中間難度 我會希望你們真的都算不錯 那第二題的話 這個也蠻簡單 你們自己畫圖 就好 夾一筆三鎮 兩兩之前 切距為20公里 兩條筆直的公路交於金鎮 其中一條通過夾一兩鎮 一條通過筆鎮 那在一金準比例測得兩公里加45度 那問 餅跟釘的距離 是 多少 加一瓶正三角 大小 通過夾一整 一條通過筆鎮 45度 可以嗎 好 好 好 那要去問這個 餅跟釘的距離是多少 都OK嗎 好 你們自己再打完畫圖完以後 你們自己列一下 一下那邊算數 你們要打完 對 好 嗯 我 這自己算得好 角度列一列 然後再算就好 這一個角是105度 這個每個角 因為正三角形是60度 你會發現 這個大部分題目 學生問題都比你們模擬考的這種練習簡單的很多 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會不會解 我是覺得還好 假設這段是L 對邊常常做好度 45加60是幾 我們這邊是120 對不起 45加160 這邊是不是剩下15度 可以嗎 好 那你把要看的三角形打出來看 是不是就可以算 這三角形我們把它翻出來看 20 這算L 1 20 45度 45度 其實20 20 除以 sin 45度 再於 這個 L 除以sin 15度 再一算就可以 那我朋友 記得把L算出來 大約去算一下 就可以算出來 我拿到答案 這個式子給你們 我給你們解答 算我們就稍微的跳過 是大概五粒的這稍微的算 算錯別的嗎 對算錯別的 看 我都畫錯了 沒有明明畫錯你選錯別 他就用丁丁 然後你自己自己丁 斷丁丁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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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的是丁丁 丁丁 對不起 好來 丁丁丁丁 是除以3 120度 我就覺得怪怪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 不好意思 看清楚題目 要算的是丁丁的這兩邊 好 剛剛這個畫錯 難看你覺得怪怪的 好 所以算出來是24.5 好 你們自己算 這個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沒有吃 他用大隻滾 試試看 那要不要請我三個 我不要 現在請就滾 好 第四題 還難的 第四題算幾 裡面最難的一題 我們來看 這題有印象嗎 AB的SAC的A9 可算BAC是八分之三 因為這題可以複習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會講 不過我覺得這題的模式不太常會考出來 但畢竟還是學這題來講一下 三角形ABC中 有可算BAC 也是A角有 可以嗎 APQ的面積大一半 來 假設也是P點 所以是Q 要問我們PQ長的最小可能值是多少 好 第一件事情 這個假設AP叫M AQ叫N 那它的關係是什麼 面積是一半 所以呢 這個 2分之1 MN 3A 去比上 2分之1 90 3A 會等於2分之1 所以 MN乘起來等於45 這是我們離子 OK 那我們要求的就是PQ 那PQ的長的先去算它的平方 然後再開根號角 等於M方 加N方 減到2 MN 可算A 那是不是可以算 MN長45 再強調一次 等於 M方加N方 M方 加N方 最小只算整 可以嗎 那同學有平方有相乘數可以用算幾來算 我上去旁邊喔 M方加N方 除以2 會大於等於更號呢 M方乘M方 M方乘M方 是幾 這個就是 4個MN的平方 在開根號 所以這裡算成就是MN的值 所以呢 M方加N方 會大於等於兩倍的MN 也就是90 代言去上角 等於90 減到90乘上8分之3 那MN在開根號 要求PQ的最小是開根號 所以 PQ啊 就等於根號的 90乘上8分之5 自己在除就好 自己在越越越就越大 所以到 4分之5 所以算成2分之15 什麼時候知道用算幾 你看到相乘跟怎麼樣 相加 要去籌最大值 最小值 所以就算你不認識 好 余全 我自己也有用到 你們自己參考一下 這樣OK嗎 還有呢 這題 答案 是因為我們要求最小值 所以就 就 10 代言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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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話我們往下看 這第五題跳過 這裡有相乘相加 要除了最小值 就用這個算幾分等值 提醒每次 第五題比較簡單 來第六題看一下 直角三角 直角三角形AB豬公 A為直角 C為A豬上的點 題目說BC是6 AB5 AB豬 等於兩倍的角ABC 這裡是ABC 這裡是ABC 用B豬的常識多少 好 還好 還好 首先 有6跟5 所以這個 口扇θ就可以算 好 這題用余弦的二倍角 這題蠻簡單的 算一下 來 首先這個 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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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一次公式 好不好 2 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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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問題有七成人解不出來 所以 你們不用真的很擔心好不好 這實際上 題目沒有真的 你們想像中的 這樣可以嗎 喔 你們寫模擬考的時候 都覺得最後 這個指日可待 但實際上 真的你們 你們自己去考的時候 會感覺到不太一樣 那你們寫歷屆的時候 也還會有感覺 其實歷屆 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 我們這樣寫下來 27% 30%其實都還好 對不對 除非這個是11% 或是10% 欸幹 那真的就蠻難的 Cos2 Cos2 等於兩倍的Cos2 Cos2 算一下 等於多少 那我們用 B珠分之5 就等於Cos2 Cos2 算一句是不是可以算 所以B珠可以算 對不對 好 繼續囉 這一點我就不講 好 99年這題是一個 很有名的問題 這條是他正弦跟語弦都用不到 所以我們也來解釋一下 三角形ABC中 AB長2 B長3 角A1等於2角C 要問AC長是多少 好 同學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找AC的鞭長 是不是好歹要有一個角才可以去算長度 那角怎麼算 題目又給你的對面跟怎麼樣 對角 是不是可以用正弦先把一個角算出來 來怎麼算 2除以3C 或者3除以324 這裡非常微妙 324可以寫二三孔 可以嗎 3C如果不是0 約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 %θ的值是多少 所以%θ等於幾 4分之3 有了一個角 就可以用余弦 假設說X 把AC算出來 這時候用 %θ等於4分之3 對於這角度 等於4分之3 可以用2夾夾那個算 叫做 2乘以3 減X 三方加X方 減二方 算完就好 算壓X是多少 算壓X是多少 那你要小心 他要兩個答案 可是只會有一個解 所以要再進去解 解 那我先找人要噴鼻子 噴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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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跟你講學生真的考驗學生以後 通常我們每次都講就是考驗學生以後現在只考完真的都會很少 這這我真的說認真你們現在就拚一下 真的是OK 最後最後一個月可以做出很多事情 我認真說啊 這這 真的 真的就是 一個月你們把第六你們歷屆在看 所以我們下禮拜總是把歷屆再看過一遍 那你們自己可以再把歷屆再寫過一遍 反正一直寫一直寫 你們到時候去考試的時候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感覺就是會很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在寫模擬考題同學 還有一件事你們在寫模擬考題的時候 如果有哪個章節特別的弱一定要跟我講 然後我們可以再給你們做一些練習 或是寫一些 一些比較 拼音的東西 你們通常都會感受到 例如說你寫了三次模擬考 我多像是都怪怪的 那我可以處理一兩份 多像是的題目好好在寫一寫 統整過檢討過 這樣對你們來說也是有幫助 然後 考前一個月前 你們希望我記得來 幫你們開門 你們要這邊看書的話 如果你們有要來這裡看書的話 我大概 樓下的鎖 樓下的鎖門的話 我也可以六日可以在有點間來幫你們看 還是要更早 我就更早 你們就跟我講個時間 我會配合你們 一點幹 你都給我過來 一點沒有來 你就知道 敲門 笨蛋 不要這樣 好 Rob 找誰 幾同學 算一下 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二 一個是幾 付二付一 幹 你這帥一下 你怎麼會帥一下 懶惰 一個是5分五分 那你拿到他寫固定是很不强 我自己放的就很不强 這很不一樣 那這時候只有一個格 這時候有兩個答案 有一個會不合 那怎麼看 帶回去這個圖裡面觀察 當X等於2的時候 同學X等於2合不合 322 這裡是2C啊是C啊 這不合嘛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等於 你要三角形立面是要C啊 223會是一個904545的三角形嗎 不合懂我意思嗎 不合所以答案就是2分之5 知道沒有 同學還有這個 三角喔 三角我會推薦你們寫 因為三角的題目 基本上長得真的都差不多 你們學者的題目寫完 再去看 看這個其他東西就覺得 好像題型就真的就這一次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能考 以知這角 散字塔等於3分之4 可散大於0 問下列哪些正確 那你們可以去換這個角度 是幾度就要有 這第幾項線就要有 可以嗎 這第幾項線 可散是正的是14 那散字負的代表是第4項線 在第4項線的時候 那你們這個角度都可以算 可以嗎 tangent啊 sin啊 cos 都很好算 麻煩的是誰 麻煩的是半角 同學 我們就來補充這個問題 可散的2分之7啊 會等於 更好的 這對眼錯 我是補充這個問題 可散2分之7啦 等於2分之1 根號2分之1加可散4 這對眼錯 我們知道這有負 那取證是對眼錯 對 取證會不會有問題 那你要去檢查 你要去檢查 為什麼要檢查 你要注意喔 他有沒有說 θ要是 這個一般的角 沒有 也就是說θ是可以超過365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知道θ 現在是在第4項線 第一種K10這樣 這個時候θ 介於270 到幾 360的從前 可以嗎 那很明顯的這時候是幾 這時候是幾 2分之θ 2分之θ 變成 135度到幾度之間 180度的中間 可以嗎 這是第一種Case 那Case2呢 我們θ可以再加360 720度 720度 多少錢 360加270 600幾 600 630吧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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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形是加了360度角 所以它的半角是幾 375度到幾度 365 多少幾度 365 365 同學 一個在第二項線 一個還是在第四項線 對吧 所以也是有可能是正的 或者是負的 聽得懂嗎 如果它出這個就難 其他 這一題第八題真的不難 蠻簡單的 你們都自己稍微去觀察一下 去觀察一下 這樣OK 3點40 這OK 這個題目你們要稍微去看一下 所以你要注意 這個時候就是錯的 有可能還是一樣是怎麼樣 有正或怎麼樣 有負 對不對 只有半角需要去討論這個項線 其他人算出多少是多少 聽得懂嗎 同學在場面 只有半角必須討論半角的項線 其他人算出多少就直接用帶 只有半角正負要討論 大家小心 好 這是錯了 這題的答案 這題的答案 我先算一下 欸 在哪邊 一二 第八題是一二 沒有其他東西你們自己算一下 我們說啊 這角度第四項線 你們自己畫著算 好 重點真的是 這是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好不好 這很撐欸 好不好 這很撐欸 好不好 來 第二個問題 看那邊 第九題是幾何類型的問題 好 跳過 來 第九題有餘選啊 你們自己畫著好不好 你們很清楚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四邊型 對角怎麼樣 都是九柱 其實他也是戶 對不對 ABC柱 柱AB 等ABC柱 兩個角度是九十度 代表從一起從前 ABC柱子一 BG柱子五 C柱子五 RBC柱子七 ABC 你要去求AC的常識多少 A嗎 那這個題目其實蠻簡單的 你們自己算 這圖我沒有畫來的話 大概基本上這樣就可以算 對不對 假設L 我用余弦去算 因為我們對角是九十度嘛 所以這兩邊就會這樣 就會互 第九題就是這樣簡單的算 這樣就行 可以嗎 就算AC嘛 這要余弦去算 好 繼續囉 你看這種角度判斷的問題是一直考出來 對不對 角度判斷正負啊 範圍的問題會考 所以這個角度的轉換這個問題 一十點 你能夠自己解 Y座標是負四 這重要 tangent theta 是一個正值 tangent 一三向線為正 代表這在第一向線 在第三向線 判斷完以後 你要自己畫圖 好 好 cd 一樣是正余弦的問題 還張面積 編長十三的正三角形 各取pqr 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折線段pr的長度是多少 沒有很難喔 假設這段是t 同學 折下來平行四邊形 所以這個三角形 正三角形三邊都會t 另外 這三邊 一邊13-t 三邊都是13-t 可以嗎 這OK喔 好 可以計算 a pqr 面積是20跟23 那這個三角形 是不是有一半 可以嗎 這算是他角度 有角度就可以算出pr的長度 可以嗎 這個很簡單 這個三角形pqr 所以二分之一 t乘上13-t sin c 根據提議要是10 根號3 去把t算出來 去把t算出來 再算sin 最後再算pr就好 這題就這樣算 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好 R是大寫的 這個 所以這個 好 好 那這個角度幾度 角度是60度 對不對 非常60度 那就 很簡單 好 這個再算pr就好 11題真的 這樣你們自己試試看 這個 這個 有了這個角度 有了兩側邊 這個用余錢 可以把pr算出來 12題這個 sion 這題是簡單的 他只是給你這個表去解測的問題 就把圖畫出來就好 13題 你還要 14題更簡單 你會發現這個題目 你們看到現在 測量 一個三角形球邊角 還有一種問題 就是 你要去問向線 然後問這個角度是否為正確 就是大概在這三種裡面跑來跑去 有沒有真的很難 或是那種幹 看不出來要幹什麼的 基本上沒有啦 懂我意思嗎 我在寫歷屆 我在寫 這個學測的第一題寫出來 三角形書的題目 因為我覺得三角形書的題目就是那些東西 很好去抓 而且你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大概都蠻明確的 我們寫一些比較透明的 17題開始他們說慢慢變 那11題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這一題最難的是他安排在104學測最後一題 所以大家都看不太懂 那這一題就是我們現在要閱讀類型的這種問題 他很簡單 這題先講他真的很簡單 你們算看 我現在算一下 自己做做看好不好 沒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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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再寫一次 這題真的蠻簡單 他說右途是一個汽車迴轉的C組 那這邊都是廢話 那這個BC是我們的迴轉半徑 可以嗎 那B處的輪胎情形方向與BC垂直 正好垂直 小腳是28度 下面是2.85公尺 要迴轉半徑BC是多長 那就蠻簡單 所以 BC 出上 出上 2.85公尺 再 散 28度 大概 可以嗎 這樣算 好 所以這個BC 2.85公尺 除以 3.85公尺 0.469公尺 自己去算一算就有答案 可以嗎 這個自己算就算 你沒什麼 沒什麼困難 這個問題 算多少 17度 大概是6.08 這裡是自己算 6.1公尺 當然你這個455公尺 這也是6.1公尺 冷靜下來 就只有兩行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104年 普遍的題目都蠻難的 不好算 所以大家很多人 算到最後的時候 都有點小崩潰 這裡就算不出來 我會先講 單選填充多選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單選填充多選的時候 你的時間 並不會一直卡在顯欄題上 你會先把簡單的題目掃過一遍 再顯欄 懂我意思嗎 這樣是ok喔 然後寫考卷 我們通常都不是只寫一輪 通常都會寫兩三輪 第一輪先寫幾題 第二輪再寫幾題 第三輪再寫幾題 一輪都把它寫完 懂我意思嗎 還有你們在填卡的時候要記得 這個一邊填的時候 一邊稍微的嘴巴 稍微默唸一下 這個格子 是哪幾格 你要自己直接唸 唸出來 唸出來 唸出來這些對那個格子 比較容易準 好 這種會是看 這種題目也出來 你看 同學 這也是看向線 找正負的問題 這種就是一定會跑 好 190 像這種畫三角形的問題 要用正弦跟語弦 順便去畫 來 以知角A是20度 AB是5 BC是4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同學 如果這個題目可以出多選 代表他的三角形 可能不只有一個 絕對是什麼 SSA那種三角形 聽得懂嗎 以前有說過SSA 三角形不只一個 ASS 我之前有說過 ASS 是個屁 一個角跟兩個邊 這時候第三邊可以搖來搖去 是不是可以在兩邊出現 所以他的三角形有沒有唯一 不唯一 但是他有一些值會是固定 例如說外接人半徑 之類的 好 那他給你的是一個20度 A B 是5 我就等他是 AS B C 是4 他也是絕對不像你去計算 這題就是純觀念 第一 來 請問你 腳B的余軒值可以確定嗎 不行 你連這個長相都不一樣 再來 腳C的正旋值可以出可以確定嗎 同學正旋值 你會發現這兩個C角 是不是正好互補怎麼樣 互補 所以 他可以確定 因為我們知道假設 這個 小的 小的 貼塔 Sine C要麼的 貼塔 Sine 或者是 Sine 180度-貼塔 兩種情形 互補 互補的話 一二向線 Sine 所以二是對 三 可以確定面積 一面你的頭 怎麼可能可以確定面積 所以Sine 當然也是錯 是 可以確定內切緣半徑這更不可能內切緣根本 畫的時候會有兩種情形 可是外切緣半徑可以確定 六個可以為什麼 對邊對角 四除上三的二十這等於幾 二啊 可以嗎 所以答案是二根的 OK 不會出一模一樣的問題 但是會出同樣類型的問題 學測就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可能出一模一樣 出一模一樣的考屁啊但是 類型會相似 也就是說你們歷屆寫的有沒有用絕對有用 就是他的題目可能會重新包裝一下 然後就要一樣考出來 不過他們考的是同一個類型的 不是同一個一樣的題目 懂我意思嗎 那你多做幾年東西就會再反覆 像我們看到現在 看個五年 有沒有看到這個角度的問題考三次 就是什麼0度180度哪種問題 去判斷考三次 然後測量不知道考了幾遍 對不對 然後三角形去討論也是考了很多次 再來還有一些白字題 然後白字題就不要講了 二十一題我希望你們自己寫過 他這一題出的非常漂亮 他是善口善 他是基本上來說 這幾年來歷屆裡面出最好的三角蘭數問題 真的說得很漂亮 你們自己算 對 答對率很高 但他善口善 面積什麼東西都用過 特殊最好的用到 而且還是一個 這個當年才發現一個特殊的五年期 好 二十二題 好 二十二題 二十二題有點像是一個例外 因為 基本上 大家都不覺得二十二題會考出來 這種問題 等差 等差 其實這問題只是一個核插角公式而已 他並沒有用到三倍角 故意寫三十四年 這樣OK嗎 還有幾個角度可以滿 那我們知道中間等差中向前加後數等於中間 對不對 所以 口善的 3 減60度 加上 口善的 3 加60度 要等於 口善的3 乘以幾倍 乘以兩倍 再慢慢算 找OK嗎 用核交展開就差不多 還有 還有這個同學 你們想解不見 這本想解真的寫得不錯 他還會有一些延伸 所以你們 宙史我們這個有講過 你們自己還是要回去把想解 好好的 讀一下 懂為什麼 他有一些延伸寫得還不錯 好好的 那麼這一題就自己算 這本再把展開來去整理一下 口善怎麼樣 加上 火三十度 3T 火三六十度 加上 3T 三六十度 加上 火三T 火六十度 減三三 C 三六十度 等於 兩倍火三三 三六數這兩項約掉 這裡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繼續 薩斯 這兩個火三六數幾 火三六數二分之 一對不對 所以合併完變成 火三三 會等 兩倍的火三三 我們想自己在休息一下 好不好 那同學來 這時候是角度有哪些 是不是可以合併去整理去看 那為什麼 所以這時候口善3T是等於幾 0 那這個3T要是幾度 0度或是幾度 300 90度或是270度 90度或是270度 3C要是等於 90度或是270度 或是幾度 450度也行 因為3C要 會介於0度到幾度之間 140度的中間 它3C要範圍是很大 會有三個 用這個 好三個對選3沒錯 喔三個 但是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這一題就是基本 你發現合角、背角、插角有沒有用到很複雜的計算 基本上你說沒有 也不會用到很複雜的畫角 就是他看到二背角,然後畫下來 半角變兩背 這樣子,基本上大概都這種程度而已 好,那後面問題蠻北漆的 你們自己算一下 108年這一題還好 109年更簡單 108年這一題真的還好 好,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109年也蠻簡單的 你們自己算看看 好,休息一下 我沒講的問題 剩下 希望你們這個可以把 這個下禮拜寫一寫 沒有,這其他問題在寫一寫 這四百五 四百五 因為三倍角要講幾 45 四百五 嗯 我看你啊 后来三倍假的四百五十四十五度啊 多小 90两百七跟四百五十四十五度啊 3D啊 謝謝 但是,缺乏黄起協位的文章,然后看到了他在说,我可恶 Please 我们去讲一下,让它们在讲一下。 和 参观 企业 瀉 豪 不 豪 这 音 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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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